颗粒水油肥巧克力出口全球46国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维方青州 最近呀咱们这个大江区呢 将要进入大培土时期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这个时期呢 咱们这个大江上用的巧克力的这个长势如何 来 大姐 这一片全是你的这个江是吧 对 这是今年包的多少亩地啊 这起木地热这块 起木地热 其他的地方还有吗 还有六亩 这基本上这一片的话都用了巧克力了是吧 是啊 这是从什么时期开始用的咱们巧克力啊 这一大江 从小樓开始就用了 出苗哈 那个时候的话 一亩地得用多少 要低瓜的话就是一亩地而出的 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咱们巧克力啊 5年 在没有接触克力属用肥之前 你们一般用什么肥料 护和肥 主要是用护和 那你看现在用上咱巧克力之后 咱大家跟之前没有用过 这个颗粒属用肥和复合肥之间的 这个对比的话 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小苗拿出来 它就不给这个巧克力粗 粗啊 就是在跟复合肥相比的话 咱巧克力生根效果比较好 提苗这一块呢 提苗挺好 比复合肥提苗要效果好一些 到了后期长了长的话 你看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情况的话 哪个效果比较明显一下 相比复合肥来说 这个巧克力好一些 修复更细 修复更细 长势的话比较均匀一些 是吧 对 你看在这个预防 预防你好 跟腹 跟腹就很好 一片上的椰子厚宽 厚宽 这个黄尖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去年的话咱们产量能到多少 去一万 一万二千斤是麻油 你看今年的长势的话 预估的话得有个什么样的产量 也得一万二千斤到 巧克力这个效果的话还是比较认可的 对对 因为咱们2013年呢 就开辟了这个克力水溶肥这个新的品类 从这个13年到现在的话12年的时间了 现在已经出口到了印度啊 澳大利亚呀 韩国啊等各个地区啊 所以说咱们这个巧克力从 这个每年 咱们每年呢配方都在有升级 也是让这个营养更加全面 吸收利用率更加的高 让你们用上也放心 是不是 现在用上的话 对咱们巧克力更加认可 越用越好 是不是 预祝您今年这个大疆丰收高产 为巧克力点个赞吧 来 谢谢 中国的巧克力 世界的克克力 世界的克力